新竹之前的社區爆發了氣爆意外 沒有想到在昨天差點又發生了被採光罩砸中的事件 透過畫面您可以看到就在昨天下午的3點多 有住戶準備出門上班之際 突然間上方的採光罩是瞬間掉了下來 眾人見狀之後趕緊是往後退了好幾步 所幸是有驚無險 沒有人員傷亡 而新竹瓦斯公司也表示 已經嚴正要求廠商要注意施工安全 並且加強每日的現場巡查 蒜佛斯公司的白天 就在碰面所以在碰面 雙手中夾關了 蒜佛斯公司是非常重要的